來那個小明巴斯地瓜 我剛剛看他在撈的時候 他那一咔啦咔啦咔 很像冰塊的聲音就叫 脆脆脆脆的 來試試看 欸好美喔 他很美欸 他頭是不是特別厚 他是厚 等一下 我擦不下去 好厚的湯汁 喔 有酥脆的聲音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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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怪是嗎 他中間的地瓜 挖開來欸 有點地瓜泥的感覺 很軟很鬆很黏 因為地瓜本身就已經很甜了 他那個皮這樣子不會太膩 哇 很好吃喔 它的地瓜好香喔 非常香 我覺得這有點算是我吃到最好吃的 因為它中間搖開那頭感嚇到 我們其實吃過很多巴斯地瓜 有些吃到中間會稍微 小幹 嗯 對對對 它的中間是軟到像地瓜泥 而且是 剛蒸好的那種地瓜泥的軟度 所以我剛剛挖成那樣是真心在挖 真的挖好好吃喔 大家好 我是娜娜 我是哈娜 我是冠冠 他講他欸 我以為是我 我以為是我 我們今天來到松山車站的 饒河街夜市 那我們就看饒河街夜市 你有沒有什麼好吃必吃的 出發吧 最有名就是這個 滴公香香的牌囉 很不靈耶 一進來呢 會有這個很有名的 必比登胡椒餅 但我們今天沒有要吃這間 大家第一間都想要吃雞排 我們就直接殺在中段 第一間要吃的是 凹克雞排 它的外觀目前看起來 有點像美式炸雞 它設計比較新潮 來看一下 我們點一個經典的 跟一個美式脆皮 我覺得這間很棒的一個地方是 以往的炸雞店啊 地方說賣脆皮 他就專門賣脆皮 美式就美式 對 傳統就傳統 這間店呢 兩種同時都可以點到 所以我們就 各點一個 這個都很大 很大啊 我是脆皮派的 你是哪一種 我知道 不殺頭腔煙波都可以 那我們來直接試試看囉 你是什麼派的 我是派坑那種脆皮派的 我喜歡傳統的 你喜歡傳統的 嗯 它肉好嫩 而且很厚 它這麼厚還可以炸這麼嫩 對 它的雞排是厚實路線 你看看它的厚度 它半年前只要70塊 這樣一個多少 90 這樣30% 我已經見證雞排要一拼一百的時代了耶 小時候是多少 我小時候 是15 35 我最最剛開始35 真乃15 25那時候出來 跟饒河夜市一起誕生了嗎 饒河夜市是1987年開始變成 那差不多耶 饒河夜市比你大三歲 他不想接這個話 我看 它雞汁其實很多耶 然後它的皮是屬於 帶點甜味的那種脆皮 吃起來甜甜的 就今天看你心情怎樣 你想吃哪一種 好 兩種選擇 那皮就是蠻常見的 我覺得它比較厲害是肉嘛 嗯 肉很嫩多吃 可是我反而是 蠻喜歡它這種皮耶 傳統的聽說 凹客是用那個地瓜粉下去炸的 你看它上面的麵衣 其實它那個顆粒很細緻 我覺得咬下去的口感是好吃出的 然後再加上它裡面的雞 很厚又多汁 這一份很好吃耶 這間店還有很多人推的是它的雞皮 你看它上面的配料 它有洋蔥 蔥花 還有蘋果丁耶 對 沛沛看老闆給的這樣子吃吃看 我覺得真的要配在一起吃 因為它這樣吃起來 完全不會有雞皮的油膩感 就很清爽 好好吃喔 而且口感很多耶 對啊 有兩種脆感 洋蔥的脆和雞皮的汁 欸這個好吃耶 雞皮真的很好吃喔 因為雞排90會太貴嘛 不過比如說現在大家都賣這個價格啊 好像也沒辦法說誰貴什麼 但我覺得好吃就不會 聽說其實以為很多容易乾雞排 我好怕乾雞排喔 乾雞排真的嚇死我了 這間真的很多好吃 好嫩喔 可以吃吃 還以為是雞腿 對耶 雞排都是雞胸對不對 對啊 它嫩到好像有點接近雞腿耶 那吃好多 我到現在咬下去還會有雞皮就有吃 好啊 好可惜吃起來 現在吃我最愛的蚵仔煎禮 其實蚵仔煎 點一個肉羹湯還有一個蚵仔煎 我先跟他說 我們沒有照著順序 先後順序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在那個 黃河街夜市尾巴 我們就是想吃什麼跳著吃 他大概有想要吃哪天 自己稍微查一下 他大概在哪個位置 我覺得他蚵仔煎是我的路線喔 你看他邊邊 稍微有點恰恰 脆脆乾 然後煎到稍微熟一點 什麼臉 那你都不要吃啊 這個裡面還軟啊 有了啦有了啦 中間是你的鼻屁 茶味很協調 油香啊 搭上那個蚵仔的鮮甜 然後中間的菜啊 蛋香 讓整個完美這樣 讓大家合在一起 但煎得比較茄一點 對 很適合到蛋 焦焦的口感 對 他有點油香 跟小小的焦香味這樣子 中間其實我冠冠喜歡那個 勾芡感 其實還有爆料 然後外面是稍微煎到一點 小酥皮這樣子 我覺得口感也很剛好耶 我剛剛在看他做的時候啊 他蚵仔其實給的蠻大顆的喔 很新鮮波雞 醬的路線是我喜歡的 就是比較甜的路線 喔對 如果有些會走甜的路線我就不喜歡 喔我喜歡甜的路線 我喜歡甜醬 它的顏色是屬於比較天然的那種橫色 這個聽說是他們自己炒的辣椒壁價 它就多了一個辣椒的香氣 講廢話呢 我覺得辣椒是味道屬於一片生辣椒路線 往上拉到清爽 是又帶那辣辣的香氣 這很好吃的辣椒醬 而且菜是白菜值得讚賞 味道就是豆芽菜 沒有人在加粥仔菜 有有有 很多 欸 像是台中還有加什麼 空心菜 對 有些其他地方加空心菜 就是白菜才對味 白菜才是正統的啦 其他都是邪教 你不要這樣 下面給他有人在那邊罵 哈哈哈哈 存在不同的信仰 對對對 每個人喜歡什麼就吃什麼 不要去攻擊別人好嗎 尊重尊重 但是我現在好像不懂 欸 它肉羹裡面 給很多欸 好大塊喔 它下面幾乎是滿的料的 它有蘿蔔 好開心 它最上面還有林一池那個沙茶 還有這個九層塔 柴魚沙茶路線的燈湯 它肉羹的那肉的紋理是細的 有點到 是原始肉塊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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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加工過 可是它肉塊很像外面是軟的丸子的感覺 對啊 它是丸子的口感 可是裡面的肉香好重喔 這個很好喝欸 李技術我會再吃蚵仔煎喔 蚵仔煎人 蚵仔煎人蓋章 棒 它的醬料汁 它的醬很厲害 不管是它蚵仔煎上面的醬 還是它的辣醬都很強 它這醬很好吃欸 甜鹹的 我懷疑有加味噌 它有這個很香的味噌味 我不確定 來吃它醬很好吃 我們也快變 拔絲地瓜特工隊了欸 因為我們幾乎每個夜市都要吃拔絲地瓜 一定要啊 來 下一間是 小明拔絲地瓜 好想吃喔趕快 來了 小明拔絲地瓜 我剛剛看它在撈的時候 它那裡卡拉卡拉卡 很像冰塊的聲音就叫 脆脆脆的 來吃吃看 欸好美喔 它很美欸 它殼是不是特別厚 它是厚 我擦不下去 好厚的湯匙 超脆 有酥脆的聲音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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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壞事嗎 結果戳不下去 哈哈 這用手拿啦 它中間的地瓜 化開來欸 有點地瓜泥的感覺 很軟很鬆很黏 它殼很痛 我以為會很 結果好像就是蠻好 很剛好的 味道很剛好 為什麼啊 因為地瓜本身就已經很甜了 它那個皮這樣子不會太膩 哇 好好吃喔 它的地瓜好香喔 非常香 我覺得這有點算是我吃到最好吃的 因為它中間咬開那口感嚇到 我們其實吃過很多巴士地瓜 有些吃到中間會稍微 小幹 對對對 它的中間是軟到像地瓜泥 而且是剛蒸好的那種地瓜泥的軟度 所以我剛剛挖成那樣是真心在挖 真的挖得好好吃喔 可是這個季節的地瓜比較香甜 他對根筋內沒研究 沒有研究沒有 光彤老師他不知道就會說沒有研究 好吃到我們就去買一盒 冰的感覺也很好吃 沒有啊 耶 把牠吃地瓜 啊 是因為冠冠自己把這盒吃完了好不好 都沒得吃 我們去買的路上就把一盒吃完了 這邊很多啊 大家請用 我們常常覺得東西好吃 是因為我們拿到就 現吃 喔熱騰騰的 這個還是溫溫熱熱的啊 裡面就是軟軟的 看大家來夜市 或是有跟我們出去裡面吃夠啊 東西現吃好不好 還有我們會看 我們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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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新聞